也就45份东西 怎么会吃不完呢 我觉得太够了 可能不太够 我正常一个人能吃40 50份 这鲜虾太大了 超级好 它怎么敢的呀 它怎么敢开的 我公司不仅一公里是那一样 还开自助 开早茶自助 配付月下的一点就是 清清淡淡的 没有放太多调料 但是我进入口里的时候 我吃到了好多种味型 第一点 我今天吃到了最好吃的甜品 都是美好的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瑞哥有点小失利 我是你们每天只吃一点点的 失利派女子瑞哥 我在我公司附近 发现了一家只要88 就可以在晚上吃早茶的早茶自助 走 咱们看看去 咱们就是说一个 88块钱 还有黑松露下角黄 那我就不客气了 黑松露下角黄先来6份 鲜虾烧麦黄先来4份 亮凤爪先来2份 小笼包2份 黑猪肉高汤小笼包2份 牛肉球 鲜虾鱼高1份 凤盐角是什么 我不知道 先来1份吧 香肉韭菜煎角1份 小碎饼1份 汤圆1份 马蹄膏1份 波罗包黄油2个 蛋挞2个 莲子本和膏1个 泡泡小馄饨要1个 鲜虾要1个 金银虾黄饺 再要3个 蒸排果 藤椒鸡肉小笼包 鲜肉小笼包 叉烧包 鲜肉酥 鲜肉烧麦 黑猪肉 虾仁高汤小笼包 要的 马蹄卷要1个 小群饼 要1个 蟹壳黄又是什么 一会上来看看 要1个 然后芝麻球 要1个 萝卜丝饼 要1个 金牌超级 要1个 没了 没了呀 这才点了几份 给大家看一下 我感觉我刚才像一个老师批作业一样 我现在有种不敢交卷的恐惧感 然后咱们截止的点 加餐时间去煮鸡店 八个半之前 八个半之前 好 谢谢 八个半之前 可能不太够了 可能不太够了 我正常一个人能吃四五十克 嗯 咱们像这个虾脚黄都是一份都是三个 没问题 一份四个 没问题 还有烧麦黄也是一份四个 是 因为我平时自己吃饺的能吃两百多个 好的 稠的黄羊 谢谢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 他们帮我一起撓压榨他们的资本家老板的羊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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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两个人平常的饺子 对咱们能吃完吗 就饱了 不能浪费就饱了 您放心吧 我正常吃饺的二三百个没问题 嗯 能行 你要能吃完就行 而且我感觉没点多少啊 也就四十五份东西 怎么会吃不完呢 咱就是提前扎上头发 节约一下时间 我给你帮忙忙 帮忙忙 送所周知广东四大天王 有不同的版本啊 我听说的版本是虾饺 然后干蒸烧麦 然后叉烧包和蛋挞 我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是好吃的 就是 馅料条非常好 然后虾是鲜的 里面有主嘴 但唯一的问题啊 就是这个皮有点厚 嗯 这虾饺平时 四个这一笼比多少钱 我在北京果贸这个地方 我应该得起码三十以上 我今天就往爽地吃了 太爽 听个言议是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他招牌的黑松露虾饺 有点像青岛的那种墨鱼皮的饺子 我第一次吃到 黑松露的虾饺 它跟普通虾饺饺 比它有一种中西合并的 浓郁的 松露的奶油的香气 有一种像西餐的口感一样 很神奇 但是很好吃 但是 如果我个人的口味 可能还是会穿普通虾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了人工色素 还是加了什么东西 这个皮的皮质会更硬一些 太舒服了 好了 我们尝一下四大天王的干蒸烧麦 虾仁香菇和感喝烧麦 这比我在北京大部分地方吃到了 三点的早茶 还要觉得非常好吃 蘑菇味很浓 然后不是那种冻肉 应该是比较鲜活的猪肉 还是挺好吃的 哇 感觉不错 好吃的 但是呢 稍微有一点点过甜了 北方的胃还是稍微一点受不了 面也是好的 这个叉烧麦包不是速冻的 挺好的 皮质只有一个哦 我一般吃蛋挞 我一般吃蛋挞 比较喜欢吃这种广式蛋挞 还有另外对应的就是普世蛋挞 就是肯德基的那种 它整体我给它打一个6分 10分 里面的这个蛋呢 它是蒸的时间长了嘛 就是特别的 特别的扎实 像那个橡胶皮底似的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个动作 口味没问题 猪皮没问题 蛋液的口感有问题 所以小伙伴们看喜好吧 喜欢吃的还是可以的 蛮好 我今天可以看到豆豉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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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它 豆豉香 蒜香 肉嫩 而且新鲜 非常蛮好 我刚才嚼到这块里面 还有一些软骨 绝了 我非常觉得配不悦菜的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他们看起来没有 清清淡淡的 没有放太多调料 但是我进入口里的时候 我吃到了好多种胃形 嗯 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广式凤爪 也是豆豉配料的 我有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怪皮 我喜欢吃这里面的花生 就是炖的软软绵绵的那个花生 嗯 非常棒 这样到它必点 你们信我真的 嗯 可以吗 尝一下它的那个 花生 嗯 花生我反倒不太喜欢 它已经 过于生了 这个是什么呀 你好 这个是什么呀 这碰盐饺 就外面应该放的就是胡萝卜色素 所以我个人不太喜欢胡萝卜 这个馅呢 基本上跟 像是他高麦跟虾饺的儿子 嗯 它可以 好 我偷吃一个最热的那个 那是用虾饺 这鲜虾 这鲜虾太咋了 超级好 哎哟 它怎么敢的呀 它怎么敢开在我公司用虾 我公司不仅一公里是那一样 还开自助 还开早茶自助 嗯 嗯 嗯 来尝尝尘牛肉丸吧 底下这个放的应该是土皮 嗯 好好吃哦 恰到其父的 尘皮的味道 牛肉丸的整体口感 不是偏瘦的 应该是肥肉可能摻的比较多 它是偏绿的这种 嗯 哦好好吃 它一个稍微有点点凉掉的灌汤小红包 灌汤包 您舔的有 嗯 黑猪肉 小包包小红包 哇 这个 感觉好像是不是有蟹黄这里头 嗯 我这个应该吃的就是黑猪肉的 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口味偏甜一点点 我果然好喜欢吃肉啊 哇 这个皮 哇 这个还带一点酒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忍痛浪费一点点啊 它这个是里面一汪水 非常非常好 嗯 蛮鲜的 我觉得超好 小伴们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吗 我刚才亲自点了 但是因为我点太多了 所以我忘了 大家看这个是有几个 几个鲜 啊 小伴们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吗 咱们尝试一下 嗯 外面这个糕鲜是马蹄粉 感觉跟马蹄糕一模一样 口味 嗯 应该是放了莲子 然后放了百合 还放了枸杞 咱们尝下的萝卜糕吧 也是港式枣茶代表性的东西之一 好好吃 调味调得很棒 然后 天的火刚刚好 当然 小伴们来的话 和着他们家虾饺 少买 黑松露虾饺 鸡爪 吃着排骨 鲜碟 这种东西啊 属于比较甜胃口的 虽然每一份只有软块 胃口小一小伴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饱 韭菜煎饺 它好像是炸了一下 这么大的泡泡 好好吃哦 这个皮可以说薄乳产义 是炸之后的油温 让它扩大成这样子 让好 哎呀 是不是应该给摄影师留一个呀 还留一个吧 每一块给它留一个 咱们今天一共给它留40多口 这个是蟹壳黄 哇 好酥 有点像奶酪和蛋黄混合的一种东西 这个做的真的好 而且 完全符合 广东人对于甜品的需求 酥不油不甜 甜度刚刚好 不甜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的鲜肉饼 尝一口啊 嗯 嗯 嗯 地点 我今天吃到的最好吃的甜品 它肉下跟刚才那个陈品牛肉丸 用的都是一样的牛肉 有点像鲜肉月饼那种口味似的 非常好吃 非常非常好吃 啊都是美好的味道 好啦又到了店里头所有的人都走了 然后现在就只有一个员工在收拾 我觉得这家还是很值的 我非常非常推荐它 88 火冒 大家觉得还值吗 今天吃的 我有画一些具体的可圈可点的菜品 菜太今天晚上 瑞哥还吃不吃夜宵呢 夜宵时间到今天是牛蛙 然后我自己煮了一锅饭 这样就能吃饱了 我还煮了一些配菜 因为他们家配菜卖的比较贵 有娃娃菜 蘑芋 白萝卜片和土豆片 然后这里是店家送的椰奶的冰粉 咱们一会尝尝 估计吃完这些应该就能保着睡觉了 拜拜